吴谢宇残忍是母 她为何如此冷酷无情 吴谢宇残忍杀害她母亲的原因 就是为了帮助她母亲进行解脱 藏石灭迹满天过海 她真的是为了帮助母亲解脱吗 其行为完全符合 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构成故意杀人罪 原本母子相依为命 为何酿出惊人大案 法院一审公开宣判 她会受到怎样的刑罚 更多详情尽在本期现场 这场庭审引人关注 但又令人揪心 被告人年龄不大 出庭受审时只有26岁 这个年轻的被告人 曾经是她的母亲 乃至整个家族的骄傲 从小学到高中 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最终顺利考入北京大学 成为北大经济学院的 一名高材生 然而谁也想不到 仅仅几年之后 她竟因涉嫌故意杀人 诈骗 买卖身份证件等多项罪名 等待着法律的审判 她叫吴谢宇 2015年7月10日下午 被告人吴谢宇以残忍的手段 杀害了她的亲生母亲 在开始法庭调查 首先有工作人宣读起诉书 福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容检未检刑诉 2019 11号 被告人吴谢宇 然而1994年10月7日出身 因涉嫌故意杀人罪 于2019年4月20日 被福州市公安局 静安分局刑事拘留 同年5月27日 经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批准 自日由福州市公安局 静安分局执行逮捕 本案由福州市公安局 静安分局侦查终结 以被告人吴谢宇 涉嫌故意杀人罪 诈骗罪 买卖身份证件罪 于2019年7月26日 向静安区人民检察院 移送审查起诉 静安区人民检察院 于2019年8月5日 转至本院审查起诉 经依法审查查明 一 故意杀人 2015年上半年 被告人吴谢宇 产生事务面头 随于6 7月间 网读了刀具 塑料膜 合进碳 墙纸 真空袋 空气清新剂等作案工具 快立至福州 暑假期间 被告人吴谢宇 从北京回到福州 先后多次 从住宿附近的 快递自体店 收取了上述物品 2015年7月10日下午 被告人吴谢宇 在其母被害人谢天晴 从单位返回湖之际 持事先准备的 雅铃杆 猛击谢天晴后脑 及头面部树下 至谢天晴失去防抗能力后 又使用胶带 将其头面部缠绕包裹 公诉人在起诉书中说到 经鉴定 被害人系盾气 多次击打头面部 致严重颅脑损伤死亡 没有人想到 吴谢宇会酿出 如此惊人的案件 他的父亲几年前 不幸病故 母子俩相依为命 日子原本就过得很辛苦 但是他竟然对母亲痛下杀手 而且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紧接着以母亲的名义 给亲朋好友发了一条信息 二 诈骗 杀害谢天晴后 是2015年底 被告人吴谢宇 通过手机 转信 QQ 电子邮件等联系方式 编造谢天晴陪同其道美国高校 做交换生及办理留学申请 需要学费 生活费 财力证明等理由 公诉人在起诉书中指控 被告人吴谢宇还编造理由 骗取了他父母的同事 以及亲友供给144万元人民币 用于个人挥霍 三 买卖身份证件 2016年1月 被告人吴谢宇 因曾允诺家人 将与母亲谢天晴 回福田过春节 其知道罪行即将败露 谁在上海通过QQ平台 向许志超等人 购买了十余张身份证 冒用他人身份 逃避侦查 检查机关认为 被告人吴谢宇非法剥夺他人生命 致一人死亡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骗取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 为逃避法律追究 买卖身份证件 犯罪实施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以故意杀人罪 诈骗罪 买卖身份证件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吴谢宇到案后 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67条第3款之规定 可以从轻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179条第1款的规定 提起公诉 请依法换处 此致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起诉书宣读完毕 被告人可以坐下 吴谢宇世姆案 让无数人感到震惊 一个在人前无比优秀的孩子 为什么在人后 会有如此冷酷残忍的一面 而且更令人不解的是 他行凶杀人并非一时冲动 被告人 刚才公诉人向你宣读的这个 起诉书是否拼亲了 拼亲了 与顺达给你的起诉书 不管是否一致 一致 你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距离 有没有运进 没有 现在由控辩双方对被告人进行讯问发问 讯问发问的内容并与本案事实有关 并注意语气和方式 讯问和发问并当与审判长许可 首先有公诉人对被告人进行讯问 被告人吴谢礼 首先 公诉人就指控的故意杀人犯罪事实进行讯问 你的母亲谢天晴 是被谁杀害的 对我 用的是什么工序 雅林 雅林长 雅林长 雅林长是吗 据公诉人介绍 被告人吴谢宇作案后并不慌张 他当晚住进了附近的一家酒店 此后每天回家清理作案现场 一直到2015年7月31日 他才离开了福州 就是作案以后二十多天的时间里 你是不是每天都有对作案现场进行清理 对 对作案用的这个雅林长 你是如何处理的 我就放到一个袋子里 然后 有没有清洗过 有 有清洗过 被告人吴谢宇不仅对作案现场进行了清洗 他还把塑料薄膜 活性碳 一层一层的包裹在被害人身上 甚至还在家里安管监控设备 作案以后为什么要在入户门的位置安装摄像头和报警器 因为我想 因为我想知道在被警方发现的时候 我想知道我自己来结束我自己的生命 也就是说你安装摄像头和报警器是为了观察 案发现场是否被别人发现 是否跟你说 是否 公诉人认为 吴谢宇的这一连串的动作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 就连作案时间的选择也是经过了一番算计 为什么选择在2015年7月10号这天作案 因为那天我妈妈放学家了 然后7月10号她放假了 然后7月10号是10月7号到过来 我的生日是10月7号 也就是说7月10号 2015年7月10号是被害人谢天晴学校放假了 也就是必学室的那一天 对 是吧 没有错 被害人谢天晴是一名教师 学校放假之后 她的行踪很少有人过问 母亲工作上的特点 被告人吴谢宇自然十分清楚 2015年8月份 吴谢宇在复案潜逃期间 她还模仿母亲的笔记 伪造了一封辞职信 游寄到了被害人谢天晴所在的学校 正是由于吴谢宇做了精心的设计和准备 在案发后长达半年的时间里 没有人发现他们家有任何异常 被告人吴谢宇 下面工作人就指控的诈骗罪的事实 对你进行讯问 你要有时回答 OK 你有否骗取陈春兴 谢天晴等7个人的钱款 有 一共有骗取了多少钱款 144万余元 被告人吴谢宇说 为了不引起怀疑 他在骗取亲友巨额款项时 让大家把钱都汇到了他母亲 被害人谢天晴的银行卡上 那你妈妈谢天晴这张银行卡 你是怎么知道密码的 我妈的密码 她没有告诉过我 但是我试了我的生日 就是我的生日 就是这张卡 谢天晴的这张银行卡 是建行的这张银行卡 你是通过试密码试出来的 是吗 我不用试 我都知道是我的生日 就是你知道她这个密码 就是你的生日 对 但是她没有告诉过我 每次 然后我自己也没有看过她书女 因为每次我都乖乖地在外面 等她在一场放置 只是我知道她一定会有我的生日 像很多母亲一样 被害人也是把孩子的生日做密码 但是跟很多母亲不一样的是 儿子吴谢宇是她心中唯一的支柱 丈夫不幸病故之后 她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了孩子身上 尽管家境并不富裕 但是她很少麻烦别人 也很少张嘴借钱 但是被害人怎么也想不到 她最后竟然死于儿子之手 而且儿子还以她的名义 骗取了亲友巨额的款项 你将所骗取的这144万元钱款 用于何处 花掉了 买 我后来 我没有记上过 我当初 也全部花完了吗 没有 到最后 我逃亡之前 还剩下大概 9万左右 然后我 把他们带在我的身上 后来花掉了 那就是后面9万块也花完了吗 是 在这个过程中 你有没有返还过被害人的钱款 没有 你是处于何种目的 骗取被害人的钱款 我以为 我以为他们 我以为他们 对不起我们家 请大家注意这个我以为 因为这不是事实 是我自己想想出来 我以为 我爸最后 放弃治疗 回家等死 但是在09年下半 我以为是因为没有前置病 那我想着说 作为亲朋好友 是否应该 倾尽全力帮助 我以为 他们没有 我以为 我们家走到最后一步 他们有 有责任 都是我以为 一切都是大所 不符合税数 完全不符合税数 被告人吴谢宇说 父亲的病故 曾经让他耿耿于怀 事后他觉得 可能是他自己想错了 但是在案发后不久 他认为 应该让亲朋好友 做出一些补偿 据公诉人介绍 被告人吴谢宇 不仅骗取亲友巨额款项 在作案后 还通过网络 购买了十几张 他人身份证件 你通过网络 向他人购买 身份证的目的是什么 原来自己用 因为 我 从 2015年上半年 我在设想 我和妈妈该如何 如何走的过程当中 关于我自己 最后将如何结束 我一直有犹豫 简单也许就是 两个选项 一 我自己立刻自伤 二 我先跑掉 然后做好我该做的事 然后自伤 第二个原因是 我自己其实 内心最深处 我不用去承认 但是我现在继续承认 我也怕 我怕 我怕 我怕死了就 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我 告诉我自己说 我做两手准备 我买身份证来 如果我是要跑 我不用 如果我不需要跑 反正也没有损失 也就是说你摆身份证的目的 是为了 逃避 是的 没错 为何父亲病故让他耿耿于怀 他杀害亲生母亲的作案动机又从何而来 被告人吴谢宇作案时没有犹豫 作案后也不慌张 看上去冷酷无情 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为何父亲的病故让他耿耿于怀 这跟他残忍侍母 是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好 现在有别人能够 被告人继续伤 吴谢宇 好 你从小和你父母亲之间的感情如何 他们说我活着的意义 父母亲之间的感情怎么样 非常好 我没见过他们少过这样 在我的认识里 他们就会养过一小小女孩 你父亲在你多大的时候开始生病 我有记忆他就在生病 每周都要去医院 每天都要吃很多 出庆生病期间 你妈妈有没有对他进行照顾 怎么照顾 我妈为了照顾我和爸爸 常够出了他的一切 我 我知道这个 我 我朋友都知道 这个世界很没有 比我妈更好的女人 也没有比我妈更好的妻子 也没有比我妈更好的妈妈 我 我妈妈整天都做家务 然后照顾我妈需要 在他医院 被告人吴谢宇说 为了照顾患病的父亲 她的母亲起早贪黑 非常辛苦 你妈妈照顾你爸爸和你 有没有见过他 产生过抱怨 或者是感觉到生活之苦 他早上五点多就忙 他忙到晚上九点十点 才睡觉累 他整个瘟了 他没有抱怨 没有 他只是写着有点累 没有抱怨 我注意到案件里面 你们家的邻居有一个朱老师 好像说到你父亲去世完以后 你从以前的很调皮 到以后非常懂事 那这个时候你是怎么变得懂事 你是如何懂事的 我首先我要考试考好 我觉得从小到大我都觉得 哪怕考试考好 是我对我爸我妈的唯一意义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除了被考试之外 什么都会不会 我爸 我爸以前也为我 挺拗护的 我终考考第二年 我考不多数第二年的时候 他带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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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诚信办交写 然后他刚才约老师说 他说我还是可能辅得你第二名 但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然后半年之后他就死了 然后他死之前 我其中后才考到第二名 他死之后 我希望他考到第一名 没用了 我考到第一名没用了 我考到第一名没用了 你就是说你父亲去世完以后 你更加勤奋地学习 更去考第一名吗 对 情绪先评我一下 把我的问题回答我 那你父亲去世完以后 对你母亲有什么打击 或者是让他有所改变 他只是有些悲伤 提起往事 被告人吴谢宇的情绪有些激动 他说父亲的离世 给他们母子俩的心理 都带来了一些冲击 但是他受到的影响最大 而变故恰好就发生在2015年春节 他放寒假期间 那么在你回学校之前 在家里和你母亲之间发生了什么 有没有发生过冲突或者是分歧 我应该问他们 我最 就是 我做下所有这一切罪恋的一个根源 就是 我总是在自由的事 我说妈 如果你 我来的时候 我说 我觉得挺没意思的 如果你 如果你 你 你也想 和我一样的话 那我们就一起回家 找我爸的情绪 我说 找我没有问 拍了 然后我觉得他的答案跟我一样 然后我就 我就回学校 然后就 我当我决定了之后 我就无法回头 被告人吴谢宇说 父亲不幸病故后 他悲观厌世 一直想要自杀 而他认为母亲跟他的想法一样 于是他产生了 帮助母亲解脱痛苦的念头 你凭什么以为你的母亲会自杀 你是根据她的话 还是根据她的行为 这么认为的 我最可怕的地方就是 我沉溺于小说与电影 我根据我妈看的小说与电影 自己就看了去吹你 我妈妈喜欢张国荣 这个事情让很多人喜欢张国荣 张国荣离三年四月一号 粉红华中方酒店跳起来 我妈有跟我说过一两次这个事情 但是每一个哥哥的粉丝都会讲这个事情 但是我从中解读出 我妈也许 也许想像可可一样 我妈喜欢看《红萝梦》 很多人都爱看《红萝梦》 我也爱看我看了好多遍 我居然以为我妈妈想像戴雨 戴雨最后觉得保余不要她了 她就水里不尽 只求素死 我以为我妈妈最后想像戴雨 从母亲的言谈话语中 被告人《红萝梦》 以为她读懂了对方的心思 于是她开始着手准备自己的计划 帮助母亲解脱痛苦 现在本庭向你询问 你要如实回答 好 是 第一个问题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 着手准备伤害谢天琪呢 我是觉得 我最后确认了 她的想法和我是一样的 是我以为的想法 比如说我回到学校 我大概一个月左右可能 我就回去上课 因为我已经决定 我们一起回家了 好 那个 你直接明瞭 好 就是 16年初 你是有了这个伤害 你母亲的这个想法 那什么时候开始着手 准备这些伤害 回家前 回家前两三个月吧 就是 4月份 开始之前 4小时 就几天时间 因为我心里面的想法 已经有了之后 其实我一直在想 所以 你说的准备 应该是指 就购买这些东西 对 购买这些东西呢 就是在回家前一两个月 就是大概五六月份 就到淘宝上开始买的 五六月份 淘宝上开始购买的 对 被告人 被告人吴谢宇说 案情进展 一直在他的设计之中 转折发生在2016年的春节 之前他答应舅舅春节回家过年 然而一直到2016年2月初 母子俩还是阴信皆无 吴谢宇的舅舅觉得 事情有些不对劲 报警后终于发现了真相 警方经过工作 很快就发现 吴谢宇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于是对他发出了通缉 不久 警方在河南某地 发现银行驱管机 抓拍的吴谢宇的身影 后经了解得知 那时他结交了一个 河南籍的女友 此后吴谢宇再未露面 一直到2019年4月份 他在重庆江北机场 被警方抓获 控制双方还没有问题 需要对被告人 警认和发问的 公署人要求補充发问 被告人 吴谢宇的 你做案以后 特别是诈骗取得全卡以后 你在后面的这些 浅逃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狂狂的举动 不认破就意思表示 没有 好的 公署人去莫战犁到此 好废话 您的独装方 独装方有一个问题 吴谢宇 你对你自己所做的这些的 犯罪行为 有没有什么样的认知 有没有想着很多赎罪 我想去对他们说出对不起 就是我的心怀和朋友 我想去弥补他们 虽然我知道我现在毫无能力 但我至少知道我还有 我至少可以劳动 我是没有任何时间会浪费的 我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学习 好 接下来一个问题 你的舅舅还有你的阿姨 如果你不向他们说 你是因为出国留学需要钱 你就是说你需要钱 向他们借钱 他们有没有可能把这个钱 出借给你 他们肯定会的 我终于知道了 我终于知道 他们对我 对我妈妈去 去 他们是感情很深的 我原来不知道 是悲观要事 还是追求享乐 其间 曾与吴谢宇去游玩 吴谢宇通过支付宝 给其汇款总计20万元 残忍师母 他最终会受到 怎样的刑罚 其行为完全符合 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构成故意杀人罪 吴谢宇世母案 现场正在播出 下面就指控这个被告人吴谢宇 把故意杀人去做 进行法庭举证 制证 首先出示物证第一组 从案发现场中南车卧室 提取的被告人吴谢宇 用来击打被害人 谢天晴从面部的雅铃杆 第二组 从案发现场东南车卧室 提取的被害人谢天晴的眼镜一部 第三组 从案发现场的客厅 及东南车房间 提取的白色摄像头三个 第四组 从案发现场提取的 盖在被害人谢天晴面部的锅盖一部 该证据于被告人实施犯罪后 因害怕看到被害人的遗容 而用一帽似锅盖的东西 遮住被害人面部的供述 相互印证 供述 被告人出事故事完毕 请打凌制证 对于这组证据被告人有没有意见 没有 辩护人有没有意见 辩护人对于真实性没有意见 证明对象 我也可以补充一个点 就是 吴谢宇真正杀害他母亲的原因 就是为了帮助他母亲进行解脱 这在笔录里面也能双方体现 其他没有 好 公诉人继续提供 公诉人随后依次出事了 能够证明被告人吴谢宇构成故意杀人罪 诈骗罪和买卖身份证件罪的物证书证 鉴定意见现场刊验笔录证人证言 对于公诉人出事的这些证据 被告人以及被告人的辩护人并无意义 吴谢宇复案潜逃了将近四年 在这四年中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他又是如何将一百四十四万元巨款 挥霍以空的呢 公诉人出事的一组证人证言揭开了谜底 公诉人紧接着又出事了一组证据 证明被告人吴谢宇在潜逃期间 不仅花费巨资买彩票 而且给同居女友花钱也是毫不吝啬 而在接下来的这组证据中 公诉人说曾经有一段时间 被告人吴谢宇经常出入娱乐场所 购买特殊服务 将近四年的复案潜逃 被告人吴谢宇有过一至千金的纸醉金迷 每一碗的消费都是上万元 但是他也有过难以为继的穷困潦倒 在将骗取的巨额款项挥霍一空之时 不得不在酒吧里打工维持生计 这四年时光让吴谢宇彻底迷失了自己的人生 他的前女友曾向警方反映 在他们分手的那个夜晚 吴谢宇在他的酒和水里面下药 并且还烧毁了电脑 我这里有一个疑问 你当时在他喝的酒里面和喝的矿泉水里面 是有下过药的 那这个时候你是什么想法 在19年 就是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我们法律的流程 后来有几位检察官来找过我 后来知道的是第二次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 他当时就问过我这个问题 我没有 因为我 我一直把自己当做一个 仆人 机器人 就是说 你想做什么事你告诉我我帮你去做 我不会劝你我不会逼你我更不会强迫 那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你当天晚上烧掉了你的笔记本电脑 以及其他的个人物品 这个时候你想干嘛 里面有很多很肮脏的东西 里面有至少有几百个巨的黄圈 我大学的时候下来 我会想让世人看到这些东西在我的电脑里 这男生非常的可笑因为我一定是一个杀人犯 或者是我帮你的 你烧掉这些东西是准备逃亡还是准备自杀 都有我还没确定 但是前提是我就把他们都毁掉 我的想法就像带于撞花带于粉丝一样 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立刻从我小说或电影中找到一个人 公诉人随后又出示了系组证据 对于公诉人出示的这些证据 被告人以及被告人的辩护人并无疑 本案的证据材料已全部宣读出示完毕 以上证据确实充分 足以证实起诉出指控的犯罪事实和情结 请何亦亭依法采信 被告人对这人证明有意见 没有 辩护人有意见 没有意见 辩护人是否有证据相法提出示 没有辩护人 举证执政均已进行完毕 法宁调查结束 现在进行法宁辩论 首先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公诉人现发表如下意见 请何亦亭在定罪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一 被告人无限于的故意杀人 诈骗买卖身份证件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足以证定 首先被告人吴谢宇 非法剥夺他人生命 致被害人谢天平死亡 其行为完全符合 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构成故意杀人罪 公诉人在公诉意见中说到 当庭出示的证据 能够相互印证 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足以证明起诉书指控 被告人吴谢宇的犯罪事实 在潜逃近四年的时间里 被告人吴谢宇始终不敢面对自己犯下的罪行 也在逃避着应当承担的责任 今天在法庭上 希望被告人直面罪行 用最真诚的倡论 向被害人谢罪 请何亦平综合权案的事实情节 结合今天被告人 庭审中的认罪态度 依法对被告人吴谢宇 作出公正的判决 审判长 审判员 任务凯审员 公诉意见 暂时发表道 现在由被告人进行自行辩护 因为其实远远台湾说得非常地好 因为他只说到第一个 我觉得刚才能一提 就是自以为是 还有说到一点 任何理由都不能够成为犯罪的理由 就是这样 但我当初却觉得 如果出于某种目的 我可以无视其他人切 包括他说的法律 是这样 我以为为了做到 我认为必须要做到的事情 我什么都可以做 被告人吴谢宇自行辩护中 表示认罪认罚 但是他也恳请法庭 能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他说他正在写自述材料 希望这份材料 能给世人以警示作用 吴谢宇残忍是母 他为何如此冷酷无情 吴谢宇真正杀害他母亲的原因 就是为了帮助他母亲进行解脱 藏尸灭迹满天过海 他真的是为了帮助母亲解脱吗 其行为完全符合 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构成故意杀人罪 原本母子相依为命 为何酿出惊人大案 法院一审公开宣判 他会受到怎样的刑罚 更多详情尽在本期现场 2021年8月26日上午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对被告人吴谢宇 故意杀人 诈骗 买卖身份证件案 进行一审公开宣判 被告人吴谢宇 犯故意杀人罪 诈骗罪 买卖身份证件罪 恕罪并罚 决定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罚金人民币 十万三千元 法院认为 吴谢宇 为实施故意杀人犯罪 经过长时间预谋策划 主观恶性极深 犯罪手段残忍 其杀害母亲的行为 严重违背家庭人伦 践踏人类社会的正常情感 罪行极其严重 虽然到案后如实供述 但不足以从轻处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